阿弥陀不要我啦 就哭了 哇 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佛菩萨的事情 你看 结果他们夫妇呢 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事情 后来他们告诉我 如果遇到这种事啊 怎么办 你那时候劝也来不及了 大声 念阿弥陀佛 他们这样的解释 说如果以后遇到 法师你遇到旧慧子 你就大声念阿弥陀佛 因为那个是夜当性情 把他的那个 正念提起来 不然的话 那时候劝都劝不动 后来阿弥陀佛走了以后呢 这个老菩萨 他有没有请到家 没有 听说呢 有的大概一个月就走了 那有些往这极乐世界 不知道 就不知道 所以我跟周围讲了 情职 要解决 要怎么解决呢 多看 放下十分 多听听 尤其 要发心听 梦幻套勇的经 精干 这个专攻 破清止的 可惜这一次没有准备 下一次 下次我来的话 如果大家有机会 不嫌弃的话 梦幻套勇 告诉大家 真实的现象 让我们能够 破开心 破执着 破清止 破身见 破放不下的 那一些错误的观点 金刚心很怪 金刚心 为什么老老上会讲金刚心 每一次都是连勇齐情 为什么要齐情呢 老老上啊 其他世界真好 我真想去 但是我怎么念都放不下 我怎么念都念不去 怎么念都放不下 怎么办 他这样跟老上一讲 老上说 金刚心不错 金刚心可以帮助我们看过 看过方向 来 我来讲一遍金刚心给你们听 每一次的金刚心 几乎都是因为 没有办法看过方向 而圈说的 希望我下次来啊 讲金刚心 大家全部看过方向 那我就多厉害了 那我就很高兴了 那可见那时候 我的 这个奖金的功力啊 我提升到很高的境界 那我也很高兴了 好 我们再看底下的第九段 第九段 功夫得力 不在于 不在于念佛念多少 一天念十万声佛号 功夫照样不得力 不得力就是福不中烦恼 功夫不能够呈现 不能够得意心 啊 这就是不得力 啊 这就是不得力 所以呢 念佛人最要紧的是什么 是功夫一定要得力 我这一位大师兄啊 我这一位大师兄啊 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他叫光行法师 他三十多岁啊 就倾经我们 藏经夏孔老和尚 三十多岁 那么在四年前呢 我们在香港会面 他呢 是做我们 近空老法师的侍者 啊 他经纪呢 真的三十多岁 他呢 有一天呢 告诉我 他说 庄子啊 我老师告诉你 我很惭愧 哎 大夫就给贪贵了吗 我想今天啊 我今天啊 我是老大的侍者 我走在老大的后面 我看到老法师啊 他 现在都八十多岁 还是个无光患吧 还是呢 我三十年前所见到的老法师 一样 没有老多少 他还是那么的健康 而我呢 我才六十啊 我觉得我比他还老啊 我觉得我比老子 老子上还老啊 老子八十 我才六十啊 我都觉得我比他还老 我修行啊 真的他老子上太多太多了 他已经听了三十年了 然后呢他就告诉我 他说这次啊 我很想去念表圣子 他说 不满 不满 不满你啊 告诉你啊 我想要送你一句话 他说什么 你修再大的福报 你的福报啊 就算比大半天王还大 没有了真实 全部都是假的 他就送给我这一句话 没有了真实 全部都是假的 了真实最重要 我想要去进修 念佛啦 然后我就跟他讲了 很好 大师兄 你呢 如果呢 这个事者没有做以后 你就好好的进修 那不要出来 不要呢 想要出来攀个圆什么的 你不不不得力 你生死没了 绝对不要再出来了 功夫得力的 再出来 这个叫做了生死 得不得 你不要说 我爱了生死啊 隔两天都没有看到你了 或者呢隔了一年 你了生死了吗 还没有啦 我都只要出来吃个宵夜 不行啊 不能出来 你就是要认真灭佛啊 啊 那我们俩知道啊 不可以 所以现在呢 大家都找不到他 大家 他就在灭佛啊 他在修行呢 很多人找他都找不到 他法源很殊胜 他是我们庄司辈的 法是法流最殊胜的 因为他是保重修嘛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真的要有生死 你功夫不得力啊 你自己说就白修了 所以 念佛人最重要的是功夫得力 如果他一天 只念十身佛好 他只修十念 他这十念得力 真正能够不烦恼 那就不得了 那就是功夫 诸位同修 我呢 这个佛心 就是 十念功夫得力的 那种方法 我不晓得大家念的怎么样 我呢 是越念越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呢 念阿弥陀佛 从一到十 没有忘念好多次了 我不是一次而已 对不对 对 当然也有很多忘念嘛 也只有 有的时候 因为我是微博嘛 我还要看能啊 还要看时间啊 还要看强域 会撞到啊 对不对 所以呢 我现在呢 每天这样领众 下来 诶 我念佛从一到十 没有忘念 也是有很多次了 我每月一次啊 我每年一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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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忘念 我就好开心 大家知道开心怎么吗 我烦恼不住 我这样保持下去 我就往生极乐世界了 哇 我每年一次 我就 哇 阿弥陀佛接我 往生极乐世界了 对啊 阿弥陀佛 有讲嘛 实面毕生嘛 对不对 所以我每年成功一次 哦 我就开心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我成功啊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啊 阿弥陀佛 我会打荒语的啊 他就讲啊 那实面毕生啊 对不对 那我念成功一次 十生 那不就是往生一次了吗 成功一次了吗 我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我念这个语言吧 中国话 讲特开心 特开心的 啊 很开心的 把这个 这个感受啊 跟大家分享 希望你们呢 你有这种感觉 为什么呢 人生很难 要不是有那个 四十八月的 第十八月 十念毕生啊 说实在话 我们有几个人 往中几段时间 有几个人去的呀 我们还是把这个 这一段 把它念完 哦 啊 所以呢 你十念得力 真能复斑 那就不得了了 那就是功夫了 所以呢 古来高生大的 劝我们啊 诸不离手 佛不离口 这是什么意思呢 要我们啊 念佛不要乱 那么我们现在用十念法了 我们呢 就不要用其他主主 我跟大家呢 讲一下 你呢 可以呢 佛号不要乱 怎么用呢 金刚 我们讲三个心主 嘴巴念得清清楚楚 对不对 嗯 说听得清清楚楚 现在是什么 现在如果我们默念的话呢 我们那个心呢 跑得好远好远 有时候都不知道 但是如果用嘴巴念的话 我们的耳术就听不到心在念 我们听不到 那如果用金刚识呢 阿 利 佛 我如果没有声音的 你会听到 我们心在念 阿 利 佛 你会听到 所以那时候你的耳术就听得很清楚啦 对不对 然后呢 嘴巴有没有念 有啊 也有念的那个形啊 然后呢 心有没有念的 也有啊 这个时候呢 你在祭述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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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阿弥陀佛一 阿弥陀佛二 阿弥陀佛三 你要把一二三拿掉 为什么呢 识念法 就是能逼着我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知道定居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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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对自己有信心 只要用识念法 如理如法的念 我们绝对可以 念到心清静 绝对可以把所有的妄念 变成全部都是阿弥陀 也就是呢 转烦恼为菩提 达到呢 这个大书记菩萨讲的 诸赦六根 静念相继 得三摩滴 实为第一 可以做得到 这个是 印光大书 跟我们保证 你只要常常这样念 你就能够得到一心不乱 这是主师在这个开示里面讲的 更重要的是 一定要读理无法 扳得清楚 实念技术 不要搞其他的花样 很重要很重要 我们继续来面底下的内容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头有一个道理 那就是我们心里头 要是不想佛 不念佛 我们肯定会胡思乱想 不想佛的时候 我们肯定就是想东 想西 想一念旦 想一念旦 旦是阴 那是什么 那是三善道的业因种子啊 想一念恶的事情 那就是三恶道的业因种子啊 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念佛 想佛 因为阿弥陀佛 因为阿弥陀佛 他不在六道轮回里头啊 他在极乐世界啊 换句话说 我们念阿弥陀佛 我们的果报在四方饥饿之间 我们不到六道轮回的业因啦 对不对 将来呢 我们就不会受六道轮回的果报啦 好处 在这个地方 念阿弥陀佛好在哪里 就好在这里 出轮回 不再受苦受难啦 所以呢 主师大德才叫我们一天到晚 都要想阿弥陀佛啊 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 尤其是要注意这个功夫 一定要把它得利 要得利 一定要明白道理 要怎么修 所以呢 这一份资料 还有这一份这个 摄心念佛之究竟要好 我请大家 尝尝看 不然你会搞得懂 很多道理 我也是因为讲了好多遍 我才发现 原来有很多的内部是这么的好 我非常希望大家 人生男子的佛法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一起的轮回了 这一次呢就是我们要成佛 我们不用到别的地方等候 就在泰国金融学会 就在这一直念念造往生极乐世界 对 好好的用功 所以呢 我们呢 民理啊 民理你就能够放下 放下 才能够功夫得利啊 功夫不得利 病都在放下 这是轮回的大病啊 这是第十 第九条啊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第九条 明天我们休息 我们礼拜二的 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放下 世功夫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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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